随着来源地复工复产进口到本地的多数防护用品 如口罩供应充足 价格稳中回落达到了一半 不过一些医用防护用品依然吃紧 来看记者吴良响的报道 从冠病疫情初期每周捕获两次 增加到目前的每两天一次 全岛设有10台口罩贩卖机的业者指出 随着经济活动逐步重启 民众对口罩的需求也相应增加 所幸渔兆难求的局面已不在 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因为全球都断货 所以我们就选择空运过来 所以会比较快 而且成本也会比较高 过了几个月之后 随着中国的那里都开始复光了 所以我们就选择海运 然后价钱方面也是跌了不少 大概有跌了50%左右 另一家业者则表示 除了一次性口罩 体温测量器和消毒液的价格 也已回落30% 民用防疫产品的价格普遍回稳 可是易用防疫产品 如手套和防护服 却价格居高不下 甚至出现货源吃紧的情况 据了解 本地医疗机构所使用的防护手套 主要来自马来西亚 为确保有稳定的来源 有业者则开发新来源地 如中国和越南进货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相报道